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民意党的民调数字一直在往下探 那他的重要的左右手 比方说郑文燦啊 陈明通啊 现在却也有一大堆的问题 正在这个疲于奔命要应付当中 光讲讲我们桃园的体育场馆 还有工程施工的问题 先看看张善政 他最新在地方地下赌盘开盘 地下赌盘当然有各自的说法 这是来自于一个部分的报道的消息 是说光地下赌盘张善政 10月8号要造势了 是让张善政直接让8万票这样的看好度 也就是说以2018年桃园市长选举实际票数来换算的话 张善政领先的幅度大概是7.7个百分点 跟对手已经拉开到误差范围之外了吗 因为在很多的调查都说 其实桃园这个地方现在很混沌的原因也是 因为都是弱弱相争而外衣兼效应 是有没有全部的加值到张善政上 现在看起来还是蛮有限 就看看后续的发展 所以郑文燦反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素 因为郑立鹏就要接手所谓郑文燦2.0 2.0的效应是加分 还是现在却加分有限 甚至还是复分了 除了宇求案管上个坍塌的 这个案子延烧之外 郑保清去告发了郑文燦 赌资 背信 土地 台湾政府当然回应说工程过程合法透明 但是要追究桃检也在追究 后续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赌值 甚至有没有利益出送 投共检掉的问题 而另外被爆出来 12亿的北景云计划也出了包 在12亿的北景云计划的缺失很多 甚至穿 揭穿说 郑文燦还有个重要的基要 是在居间非常重要的关系人基要 担任的是锐助营造 以及龙邦国际的董事 这个人关系多么密切 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现在都说关系很浅 时间当基要秘书时间很短 所以其实不要随便隐色 跟他关系不深 可是大家都知道担任基要秘书 通常跟这个首长的关系 是最亲近的人 而且不至于囚管 这个北景云计划里头的消防局 可以看看画面 漏水漏成什么样的状况 一个消防局一天到晚在漏水 是这样水还不够用 我们要去救活的 看看漏水的画面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漏水是在消防局 地下室发生的常态 就说奇怪这个楼盖好了 怎么一天到晚像这样子在漏水 所以桃园到底还有多少弊端 大家就在问 桃园市議員詹江村就问了 为什么桃园这么多公共建设 问题一大堆 怎么别的地方 一样是体育中心体育馆都没问题 那今天我发生在台北市 淑慧可以接受吗 其他县市的名代不会跳出来吗 那为什么桃园问题这么多呢 而桃园的局长他说 都是议员没有选上的落选人 然后就找一个归宿 到了这里来台中高雄当时市长落选之后 就安插到桃园市政府 每个都很有来头 所以这个议员说 在打群的时候都很傲慢 但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是这样吗 那么专业的不专业 还有客观的评述 但是贪污那另外一件事情了 桃园市的前金发局长 八贪污罪判了13年 还测试经用了三年 等于是他的新副金发局长 结果不用负责 他说不是每件事都要我回应 还曾经胜战过朱松伟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这位人才在自己的团队里头 却涉及贪污 这样的重罪判13年的时候 对于郑文燦却是又在切割说 关系很浅 其实没有关系 就像机要现在的说法一样 但是除了郑文燦 问题出很多 现在连陈明通 这个议题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上一次发生的时候 他在小智事件的时候 到国外去全部行程被曝光 现在连政战局长到美国去 行中的全部被掌握了 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了 说国防部的政战局长 检视委中将 8月有跟干部一行人 到檀香山跟美军交流 去哪些地方 就连Costco都被写出来 在网站上被披露 五天行程观光购物 还形容是花天酒地 是这样吗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 当然可以跳出来否认 但是光是被掌握 行中这个消息 就已经被密切到 精细到已经觉得 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所以中共真的有这么广大的神通 国安军方的内控螺丝都松了 那当然军方是说 敌人操弄错误的假讯息 任之战 但他并没有否认这个行程 也没有否认这些被曝光的资料 无论如何 不管我们这些情治头子 还是重要的政战局长到国外去 行程全部被掌握 绝对是内部必须要检讨的问题 陈明通回来的时候到现在 也是没有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的检讨的声音出来 他到底在统治这个 领导台湾的国安系统 出了什么问题 蔡总统不忧心吗 而蔡英文自己本身 过去曾经在国际判断失准 就有过这样的记录 还湮灭证据 这个过程如果爆料出来的时候 听起来比较是一个 人格上不可思议的动作 过去在李登辉前总统讲出 特殊国与国关系 还要脑补一下过去的历史 这个案子 这个事件让对岸立刻大动作 文攻武嚇 引起两岸关系非常紧张 美方也不满 那么据说这个草案 就是蔡英文所拟的 而当时蔡舒奇在一个 访问里面就说 结果因为这个事件 在一个国安会议里头 就要检讨 当时指舒思 是谁提的这个建议 怎么会有这样的处理过程的 不够完善 结果居然在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 有一个人 偷偷把资料全部换掉了 那一段资料全部不见了 她说是谁 就是蔡英文 那因为她当时把资料带回家 回家一比对跟现场的资料 发现不一样的时候 才发现 田哪连会议资料 是被一个咨询委员 蔡英文当时给带走 或偷换了 这已经到了 是不可思议的地步 让这个内容完全就不留 知识片语 关于蔡英文拟定的草案 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在一些民调处置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刘英龙直接说 已经掉了所谓140万的铁粉 在流失当中 就是因为担心 现在选情非常的危急 以至于这全部的黑招 或者是这个各地方 一定不能输的桃园 新竹 现在回防的速度 力道也只会越来越大 杨明 我先给大家看 就是这一次的 这个巴德国民运动中心 让很多桃园在地民代 又想起另外一个案子 在桃园区 我们刚刚讲巴德 这是桃园区的国民运动中心 它的游泳池 从这个去年2月说要休散 到现在今年9月了 还没有动工 还是现在这个状况 这个照片你看 不是它已经起用三年了你知道吗 对 漏水 没有它2018年5月起用 2019年11月发现有问题 2020年开始说要报修 到了去年终于发包出去要修 到今年到现在500多天 这个重点是工程标出去500多天 还没有修 就标完了 对 还没有修 这厂商没有动 没有监督吗 结果你看 9月初的时候出来一个报导说 跟党产会有关 又来了 跟党产会有关 为什么 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这个营运又是救国团 对 然后说因为这个原始的营造商 在保固期间 它破产了 它落跑了 所以这家厂商找不到 于是这个桃园市政府说 那不然救国团 你们我把钱给你们 我包给你们 你们自己去找厂商 发包来修好不好 然后所以就弄了一个标案 结果党产会有意见 党产会说 奇怪 救国团已经被列为 国民党赴水组织了 不准 不能 政府不能把钱 撥给救国团 好 结果 我告诉你 一开始是这样的方向 结果今天我收到一个爆料 公文来了 这是今年5月 工程会回函给党产会的公文 来我们看内容 很简单 他说因为这个标案 就标给救国团 1500多万 标给救国团修缮的工程 是用限制型招标 限制型招标要符合一些原则 比如说紧急采购 这个案子是用紧急采购 结果工程会说 请这个救国团 这个党产会 你要去问一下 到底为什么 他这个案子签准 紧急事故发生是2019年11月 结果签准标案是2020年的12月 你隔了一年多说是紧急 说是紧急采购 他说这比黑心快筛的紧急采购 还要紧急吗 就不紧急 你怎么可以限制型招标 你应该要公开招标 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你的合约里面 就没有讲可以扩充 扩充 所以他的金额就一直增加 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标出去 一堆的问题 所以最后 其实是工程会打脸了 这个党产会 他打脸桃园市政府 就是说这个案子是桃园市政府怠惰 然后乱追加 结果居然桃园市政府 还有脸推给党产会 结果现在问题出来哪里 我告诉你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 9月20号 桃园市政府又开了一个新的标案 又要标了 这次预算变成2000万 从1500又变成2000万 说要修桃园的运动中心 然后我告诉大家 这个已经500多天了 至少要到明年才会修得好 所以郑文在论内 这个游泳池绝对用不到 怎么剪彩剪彩完了 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呢 那除了刚刚杨明讲的 那我现在讲那个检视委 跟陈明通的问题 国防部也好 国安局也好 他们都讲 这个是认知作战 其实错 这是第一手的情报 情报跟情之不一样 情之还需要研判 情报不用研判 情报为什么不用研判 因为这个都是第一手的 这个不是伪造的 也不是口述的 而是白纸黑字弄得出来 我现在我想问国安局 如果你跟泰国的情报单位 真的那么熟的话 你又是受邀的话 是履域通关 绝对不可能让你通关 还要给你照 你履域通关是下了飞机 就从飞机场直接接走了 你把护照交给谁员 由谁员让你入关 好 检视委 检视委 他这个是叫做新战汇报 新战汇报是一年一度 那一年一度 中国大陆 他过去都没公布这些东西 那现在为什么公布 就是说我们要想想看 是两个地方出了问题 第一个他们现在管 因为监视器是中国大陆制造 他有后门城市 那好 他有后门城市 那是泰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事 他既然他有后门城市 他只知道那你入关 那你要住在哪边 你要拜访什么 你要去游和 那他怎么知道 一定是不是身边人讲的 这是一个 然后检视委的状况 也是一模一样 那换句话说 你两大群制系统的首长 你出国都被人家监控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的国安有没有发生问题 是 苏惠 坦白说 我看到这个王化宇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 好羡慕他们民进党 就是只要一人得到 鸡犬全部都升天 只是当过郑文燦的基要 现在就可以变成 某大财团的董事 像关于这样的故事 我们过去这几年 层出不穷都听到 说只要曾经当过一个助理 都可以变成局长 然后或者是被安排到 这个财团去当董事 当要职 然后这个财团 又可以神奇的莫名其妙的 飙到这个市府的案子